美国是建立在小企业主的梦想之上 小企业管理局指出 美国有超过3320万家小企业 占所有企业的99.9% 小企业雇佣了美国近一半的劳动力 并为GDP贡献了44% 美国超过18%的小企业是由移民创办的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企业倒闭 其中许多是永久性的关闭 而其他企业则艰难生存 在7月14日 由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举行的简报会上 聚焦探讨了获得资金创办和扩大小型企业的挑战 对于妇女和边缘化群体来说 此类挑战尤其严重 维基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娜 介绍了他扩大美国小企业的计划 曾任之于奥巴马总统时期 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 非裔经济联盟联合创始人 查尔斯·菲利普斯表示 美国的小企业创造了无数的财富 这也是美国无数人养家糊口的来源 在美国有很多的创业者 小企业者就是其中创造变化的因素 我们提到了很多有关获取途径的问题 如融资 21%的非裔企业由于疫情关停 而在获取融资方面也存在困难 有些是政府层面提供支持 但需要更多资金 很多非裔企业主并不知道 从哪里获得借款 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此外 培训和教育 录取人才 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 也是重要的技能 企业主缺乏这些技能 需要培训 如 很多时候由于缺乏相关知识 企业主不得不限制其企业规模 很多企业主关注单一的行为 如在批发行业 非裔企业主只占1% 其他行业 非裔企业主也缺乏这些技能 凸显出对于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是多么重要 查尔斯·菲利普斯提到 其所在机构筹集超过4000万美元 邀请企业专家提供培训课程 经营咨询 如何筹建资本 管理等 希望进一步拓展这些措施 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 社区发展金融核心小组 联合主席马克沃纳表示 很多人关注民权 经济权方面的问题 但对于获取资金 资本建立企业方面关注有些 社区发展60%的受益者 都是中低收入群体 金融危机后 少数族裔小企业 非裔企业数量大幅减少 疫情期间 拉美一企业也损失了40%的数量 目前联邦政府用于帮助小企业的资金 高达120亿美元 他指出 马克沃纳强调 希望可以做一些微小贷款 获取传统银行的支持 推动微贷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社交媒体平台也可以发挥作用 让融资更简单 科斯拉风险投资公司首席营销官 谢尔纳兹代夫介绍了 女性在发展并且维持小企业运营方面 面临的诸多挑战 特别是在风投方面面临的挑战 他指出 之前2%风投资金流向女性创业的企业 现在正在改变 也需要来自政府的资金和奖金 女性正在创建和发展这些很棒的企业 在风投就像和其他的机构一样 也需要和人们沟通 风投会更关注他们能感同身受的企业 很多时候 女性企业 女性的一些议题 如更年期生育健康问题 通常 风投背后是有女性高管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 都是女性管控的 一旦有女性做决策时 往往就会改变女性创业的态势和趋势 必须要鼓励这种现象 Gilato创始人 塞拉乔治亚 讲述了他创办手工冰淇淋小企业 在华盛顿DC 想要扩张自己的生意时 面临哪些挑战 他表示 很多人讲到社区 小企业繁荣遇到很多挑战 他不仅关乎族裔和肤色 而是美国梦的存在 不仅关于金钱 也关于产业 他认为美国应该大力发展制造业 需要有自己的供货渠道 如果政府和机构 能够给予小企业更多投资 让他们创造出更好的产品 美国制造的产品也不错 这也是美国制造业打破 对外国依赖的关键 别忘了 我认为美国人的盈利 他们不能发展 正是美国人的盈利 的盈利 颿 感谢观看